好 接下來我們要叫做曲面鏡 前面叫平面鏡 鏡子的面是平的 現在鏡子的面是彎的 那你看過去有看起來是凸的 叫凸面鏡 看過去有凹的叫做凹面鏡 如果是凸面鏡 凸面鏡的成像性質 是會成為一個正立縮小的虛項 它的優點是它的可視範圍會比較大 就是你可以看到比較多的地方 可以看到比平面鏡更大的範圍 它會成了一個正立縮小虛項 所以有些應用 比如說 汽機車本身的照後鏡 後照鏡就是曲面鏡 但是有人就會覺得看得不夠多 再買一塊小小圓的塞上去 就更凸 然後可以看到的範圍更大 或者是路邊的一根彎彎的反正就是凸面鏡 這個鏡子的好處是 它是凸的 所以看的範圍會比較大 壞處是東西會看起來比較怎樣 小 人的眼睛看到東西小 你就會以為它離你比較遠 所以對距離的判斷可能會出錯 所以你一看 後面來車它好遠喔 它其實沒有那麼遠 它其實沒有那麼遠 你一直以為它看起來小 雖然以為它遠 它其實沒那麼遠 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距離可能會誤派 距離可能會誤派 然後有的是電裡 因為我以前自己就有電 電裡面放一個這個鏡子 凸面鏡 然後就幫它監視一下電體的情況 因為它可以看到範圍會比較大一點 這個 其實這個照後鏡跟那個路邊那個 你應該都看過嘛 都看過 讓我們的可視範圍會變得比較大 然後可以看到放比較多 凸面鏡的成像呢 會因為距離的不同而不同 焦點外會成導力十項 焦點內會成正率虛項 那至於是放大還是縮小 也是要看情況 也要看情況 有放大的導力十項 也有縮小的導力十項 正率虛項方都是放大 方向都是放大 那 但是我們國中不教這個 你就看一看就好 知道一下這個狀況 然後大小有差別 但是我們不討論 不理怪 不然它的大還是小 你這樣子計就可以了 然後化妝鏡 就照你的臉的啦 為了讓它看起來比較大支一點 你的臉放得比較大一點 你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你那個青春痘可以看得比較明白一點 所以它做的就是凹面鏡 大一點 看得清楚一點 看得清楚一點 OK? 凹面鏡裡面有一種特殊的凹法 叫做拋物面鏡 構成一個拋物線 拋物線的特點就是平行主軸 圖上面的平行光就是平行主軸 打到中間那一根叫做主軸 平行主軸的光會匯聚到焦點上 那我們剛剛講過光可以倒過來走對不對 所以從焦點發的光會怎樣? 平行主軸 從焦點發出來的光會平行主軸 平行主軸 這它的特點 因為這個特點就拿來做一些運用 有的是希望讓光集中 有的是希望讓光能夠直直的射出去 所以平行主軸就在焦點上 我們那個無線電的接收台 它那個就做成一個拋物線 然後無線波打進來 反射就集中到它裡面的追收器 那個焦點接收器上面就收得到 所以這個是然後呢 法國人做過的太陽爐 旁邊一些反射鏡讓光能夠平行的射 射完之後呢集中到焦點 光線很集中就會很熱 可以做一些用途把太陽爐 這叫做聚集在焦點上 還有倒過來的 從焦點上打出去平行的探照燈 光放在焦點上 打完以後就直直的射出去 會射得比較遠 所以要看到燈、手電筒 但是因為拋物線不好做 所以節省要做成圓形的 要做成球或是球形的 但做成球形的效果就會比較差 比較加差一點 OK 就是應用的狀況 知道一下 考試就考這個 誰是平行主軸會在焦點 誰是焦點出發平行主軸 哈哈鏡 就是那個鏡子特別凸、特別凹 有的地方凹、有的地方凸 那這會有一些變形的效果 讓你覺得很好笑、很可笑 你這樣 你看 你看一下喔 左邊的是凹面凹的喔 看起來比較怎樣 長 壓長 壓長 右邊是凸的 看起來會怎樣 壓短 壓肥 壓短 好 然後它這個是正正 然後就變形了 那如果有地方有人要凸 就有地方長 有地方短 那就怪人更奇怪 更奇怪 就是趴阿進的實力 告訴你看狀況 這裡的考試重點是那個拋物面鏡 要記得平行主軸會會聚在焦點 從焦點出發的會平行主軸 了解一下它的應用的狀況 了解它的狀況 可以嗎 可以 很好